热情的抱在一起 激动情绪全写在脸上 美国前总统川普还不忘用他的竞选口号 鼓励自己的同好仰慕者 两人的风格极度类似 终于在美国来个相见欢 被称为阿根廷川普的米雷伊 24号在访美期间与川普首次会面 而同一天川普才在南卡罗来纳州 初选拿到决定性顺利 台下响起热烈欢呼 可见川普的气势有多旺 民调支持度也几乎是对手海力的两倍 包括南卡在内川普已经在四场 共和党提名战全胜 但同于要以难以超越的领先优续 迈入三月初的超级星期二 而海力输掉自家主场 依旧坚称要占到底 海力2011年到2017年曾担任南卡州州长 原本期望能在老家拉抬身序 殊不知克服不了南卡选民对川普美国优先民粹主义牌的偏好 而川普现在也把重点放在拜登身上 只字不提对手海力 显见他被共和党提名早就几乎已成定局 三粒新闻夜流报道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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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粒新闻夜流报道